10月18日,以中国共产党、中国、世界为主题的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全球4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近200位海内外专家、学者献上献下参会 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国际关系等多角度 围绕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发展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林贵透露 当下世界中国学已成为国际显学,引发海内外关注 一个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全球总量17%的伟大国家 一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的庞大市场 一个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长期超过30%的充满活力的经济体 自然而然会成为世界各国关注和研究的正点 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自然成为世界各国探究解决全球发展问题 和解决全球问题之道的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源泉 有专家表示,世界中国学虽然研究对象是中国 但它的意义和价值却不限于中国 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就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 我们今天相距于此 现任深圳北里莫斯科大学第一副校长西尔盖沙赫赖表示 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在世界未来的发展格局 中国也应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塞尔维亚前总统鲍里斯塔迪奇表示 尽管现代化这一理论愿景和实践起源于西方 但他认为变革已经到来 他将通过中国的意识形态与实践而重申转型 中国在另一个自然的国家 发生了自己的容易 遵旧的国家 发展出的国家 形态与实践 是刚好 这是为啥 我感到兴奋同 新的国家 precious 因为 这种国家的国家 可以认为 评论 不同的文章 一些 此外,论坛上还发布了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名单 英国剑桥大学荣修教授鲁维一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荣修教授周锡瑞 河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佳莹三位学者获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